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政治新旧政府交接 展望台美关系新篇章 驻美代表表示 无论白宫谁当政 台湾都是美国最重要 值得信赖的伙伴 当下我们继续努力 怎么样让双方的关系 当然保持它的一致性 它的延续性 它的可预测性 我想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由于新任总统川普日前表态 上任就会退出TPP跨太平伙伴协定 TPP前途未谱 包道格认为对台湾较为不利 川普抱冷慎选 也传出他上任后 可能会拿台湾和中国大陆 利益交换的说法 包道格驳斥毫无根据 报道格强调 美国两党对支持台湾都有共识 美台民间也有积极互动 并不担忧台湾会有被出卖的危机 美国两党对支持台湾较为不利